大家好,我是Paul 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人 或者你自己可能就是这种人 就是什么事情只要你不满意 都是别人的错 都会埋怨别人 比如说 这个人他想换工作 他征求了一下太太的意见 太太说我觉得换换挺好 结果换完之后呢 回个头来过几年就会埋怨太太说 你看当初都是你非得让我换工作 你看原来我们公司那些没换的 现在都已经做到了副总经理级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读书 读一本英文书 来学习看看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畅销书 它从1985年开始畅销30多年 我自己也看了 听了两遍有声书看了一遍 里面有很多很多 让我们明白人生哲理的地方 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在下面的 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埋怨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 这些人呢 他认为什么事情发生都会有一个叫 cause and effect cause呢就是什么事情引起来的 effect呢最后达成这个结果 就什么事情都会有原因引起来的 如果达到那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的 一定是别人引起的 不是他自己引起的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事情并不是按照他想象的这个理论来行的 那事情是怎么运转的呢 我分析第一个例子 你就会看得清楚一些 比如说半夜的时候 夫妻两个人在家 一个很小的小孩 哎 很不舒服 这时候呢 比如说发烧了 然后呢 先生呢 就觉得说 啊 没什么大问题 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再去看医生 太太呢 就非常着急说 我觉得 现在就应该送他去医院 但是最后呢 这个太太还是 最后还是按照先生的想法去做了 等到了第二天早晨 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呢 医生就说 哎 你们应该昨天晚上就送过来 这个太危险了 结果听到这句话以后呢 太太马上就埋怨先生说 我说 昨天半夜应该送到医院 你非得说不要送 你看看 如果出了事情怎么办 听见了 这些明显的在埋怨先生 但是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看啊 当时半夜事情发生的时候 先生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判断 他觉得 他最后呢 觉得结论是 哎 没问题不用送 但是太太呢 觉得哎 我觉得是有危险 一定要送 但是太太 她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这个孩子 现在应该送医院 你应该采取行动 所以你没有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第二个 如果太太觉得 我先生说的有道理 这个孩子不用送 那么 这个太太现在 你决定听你先生了 虽然你跟他开始的意见是 不一致的 但是你自己做了个决定 就是说 你要听先生的决定 你觉得他有道理 明白吗 没有人强迫你做这个决定 你自己做的这个决定 那么第二天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要为你自己 做的这个决定负责任 而不是埋怨别人 那我们顺便再提一个 我在以前的别的地方 也举过这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父亲啊 他这个又结婚再婚了 那么呢 结完婚之后呢 我们就觉得啊 跟他结婚的我们的继母 肯定是跟他说了什么话 因为 他们结完婚之后呢 我这个父亲对我们就 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但是 你要明白 不管你继母说的 话有多么的不好 是你父亲 他自己做决定 去听他的话 就是听别人的话 所以你父亲做了一个决定 是说 我听 别人的话 所以 这个时候 你要搞清楚 这是谁的责任 是你父亲的责任 但是 你的责任呢 你说 我有什么责任 我父亲跟我不亲了 你是 在这个双方当中 即使百分之七 九十七是你父亲的责任 但是 至少有百分之三 你还是有你可以做的事情的 比如说 你可以找他 跟他谈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感受 跟他讲一下 这是你能做到的 所以 你也要做 你能够做的事情 而不是 单纯埋怨别人 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 一个家庭里面 太太做很多家务 很累 做了比他 应该做的 多 但是先生呢 做的很少 那么太太这会儿就是 会有很多的怨气 又累 然后呢 他就会埋怨先生 这个 太懒了 根本就不顾家呀 也不心疼我 什么事情都让我一个人做 那么 我们很多人 在很多人的眼里说 就是这个先生有问题 但是 反过来 我们要看啊 太太自己 第一个很累 第二个生气 是不是太太本身已经有问题了 看出来了吗 她过得不幸福 不快乐 她是不是本身有问题了 有这个问题 那么 这个问题谁来解决 她要对自己负责任 她要帮自己来解决 因为 先生过得很舒服 不能指望别人 太太 要对自己 负责任 就是说 我怎么把这个情况处理一下 把它调整一下 把它改变一下 然后我第一个就不那么累了 第二个 我就不那么生气了 如果你用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 第一个 太太可以找到先生说 哎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有问题 我没有处理好我自己的生活 那么现在由于我觉得我干的比我应该干的家务多了 那么我请你和我一起分担一些的 你可以做其他哪些哪些事情 第一个可以找先生谈 那么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呢 先生有可能通情达理 哎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抱歉 那么我以后多做 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呢 还很有可能 先生他 无动于衷 还像开始一样 还是干那么一点点 不多干 这时候太太 他还是有另外的选择呢 就是 他还有别的措施 可以再处理这个事情 比如说他可以选择雇人把家务活 就是分派给别人做 他自己少干一些 他还可以选择把家务活做的更简单一些 比如说一个星期清理一次卫生 那么就改成两个星期一次 或者是说把做的饭做的简单一些 还甚至说如果只做自己和孩子的饭 那么先生呢 不要管他 先生的朋友来 你更不要管了就 所以我们通过上面的两个小例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就是说 We are responsible for our own behavior 如果你把这个理论放对了 那么生活中 你自己就不会埋怨别人了 如果别人埋怨你的时候 你也知道 他的思想是怎么想的 他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 让你一定会让你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的 向大家推荐 我下面放了他的链接 如果你是刚开始看我视频的话呢 我的视频是关于怎么做人生的自我提升 还有在生动的背景下学习英文的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价值的话呢 没有订阅的请订阅 另外呢也欢迎到我的网站 westlifecc.com上面去 咱们下次见